剛剛早前跟沙律拍了一輯新年河圖 而剛好沙律這幾天有新聞 小弟的作品有幸上了各大網媒 而其中一個 caption 蘋果日報 因為我訂閱了蘋果日報的apps 有個照片 然後下面就寫 沙律為司徒甲戴 拍了一輯性感相 我一看到反應就是 哎呀死了 好像華盛這個名字一樣 小人恐慌擔當不起 演繹可不可以是 我幫他拍了一輯相 又或者我跟他合作拍了一輯相 又或者沙律其實是為了 喜歡他的人 粉絲或者followers而拍的呢 就不是為了我一個人拍的那輯相 我一聽到就覺得 哎呀不敢當不敢當 但是各大網媒給面子用到我的相片 我是開心的 其實除了沙律之外 去年很多朋友有新聞的時候 網媒都用了我的一些照片 多謝各位給面子 沙律 陳潔玲 阿蛋 阿雪 嘉倩 還有Yanny Yanny那次就 Code了我的中文姓名傳名 以及說我是著名攝影師 這個也是不敢當的 業餘 玩玩而已 2020年大家都過得不容易 2021年我也不覺得會好得去哪裡 但是希望跟不同的好朋友再拍一些漂亮的照片 可以繼續發佈出來 大家可以叫做在這個高壓的生活底下 有一樣小甜品 有餘力的就可以訂閱我的Patreon 沒有的不要緊 我依然希望堅持到星期一星期四都會找一些照片 在Facebook Page那裡發佈 大家上來 看到開心的 給個like也好 又或者是讚一下女孩子好漂亮也好 給他們一些鼓勵 我們2021年 香港人我們要快樂和勇敢地走下去